呼籲 有請您一會來我們分享一下 你當初為什麼要來投新人心事業 回想一下的話好像當初 也沒有太多的 就是這樣的平台可以投建 所以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新年盛世》也真的應該是第一個 然後我參加的是第二屆 所以我有 我忘了我到底有沒有看過第一屆 但是我確定有看過 就是乃璇跟又汝 還有另外一個以晴的作品 就是《272829》 好像是錄影帶耶 因為我好像沒有機會看前面 然後我就覺得好有趣 因為我們算是同 他們帶我一點點 但是我們算是同輩 然後就會覺得說 哇 你們竟然在做一件 那麼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之前大家就跳舞 然後第二屆出來的時候 就決定說 OK 我也要試試看 《新年盛世》也對你的 個人創作上 或者好創作面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起點嗎 是啊 是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它具足了一切 要做一個作品的條件 就是身為一個創作者 然後你要做一個作品 除了你自己在 在教室的那個部分 然後包括最後到了劇場 包括宣傳跟售票 然後技術 包括顧問的指導 或者是劇院 因為那時候還是跟兩廳院在一起 就是劇院方的長輩 然後國議會的長輩 會跟你講任何 我們都還不知道的事情 嗯 那你在《新年盛世》這兩個作品 2009年是《捕捉》 嗯 10年是《陀螺》 嗯 它 你在這兩個作品 就是一個完整的大人 或一個編舞 應該要有的那個信任感 或那個空間去 嗯 那兩個作品 到對你創作旅程上的意義 《捕捉》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嘗試個人創作 因為其實我從小是跳舞嘛 我並沒有想要當一個編舞者 然後因為命運的種種關係 我就沒有真的只當一個舞者 然後回來之後想要 其實是我的先生武康 他也是編舞跳舞 然後他告訴我說 那既然如果沒有舞跳的話 那打不如自己開始編吧 那一開始的我其實真的不會 所以我們就做了第一個作品 算是共同創作 然後他的下一個就是 才是《捕捉》 所以這是我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說 它是我第一個真正自己完成的創作 那 它成為我 很年輕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就 我記得我那個階段 最常講的話 每天再起來就是 我完蛋了 我完蛋了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 或是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然後就只有做 然後再很多的緊張跟憂愁跟不知道 當然也有喜悅 或是一點點成就感這樣子都度過 然後後來出來的成果 對我來說很好的是 我覺得我很幸運 我在那一支舞就拿到了好的舞評 那在那個時候資源也還不是很具足的情況下 就有一些國際的比賽啊 或者是那些平台 那我記得是蘇伊 蘇伊告訴我 他告訴我這個 威尼斯雙年展的現代舞蹈節 那時候就說知道威尼斯雙年展 那怎麼會知道說它有一個現代舞蹈節 然後反正就上網 然後我就送了 然後很幸運的上了 所以 嗯 就帶著 我就帶著我的舞者 然後再帶著燈光設計 前幾天我還回去看那個筆記 就是 那時候也是小微做的訪問 所以 我也看了他的那個 幫我的訪問 我裡面有一句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說 出國比賽表演 我的信用卡銀行都會贊助我 那其實那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 根本沒有錢 根本不知道怎麼去 可是我就是跟大家講說 你帶著你可以吃飯看演出的錢 其他的我的信用卡都會 都會付 結果現在我信用卡根本不能付 我刷的還是我老公的 但不管他就這樣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 也很幸運拿到好的評論 所以就在一個很菜的一個人 然後他做了第一個作品 然後有這些助力 有這些祝福 他的確 是我很重要的一個開始 如果有一個機會啊 你可以對當時 2009年的那個燕明話 說一句話 或是問他有問題 你會想要說什麼 說一句話 你就會跟他說 幹得好 就是當時真的有 就是衝了 對啊 我想我現在還是會這麼 還是會這麼做 很多機會來了 你還是得這麼做 所以 我記得 應該是前一個月 我們也是國議會召開 這個新人心事業的一個 就是 這麼多年來的一個討論 然後有 以前的同輩啊 前輩啊 或者是新朋友 加入新人心事業 然後聽大家講一些問題 然後等到我分享的時候 我這分享是跟大家講說 我真的覺得 很多問題都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困難 當然 因為有一些 就是 不管是 整體資源上的 或者是 創作上的 或者是 就是 要怎麼做一個作品 然後你的前後 要有什麼樣的人 比如說行政資源啊 財力資源啊 或者是你的 腦力啊 但 但如果你一直想很苦的話 就是 什麼事情都很難成了 對啊 所以 你就找你信用卡贊助你就好了 你覺得那種在做捕捉啊 的那個 創作的那個狀態跟心態 跟現在 你還是持續在做創作的狀態 有不一樣的地方嗎 有 滿 最大的一個不一樣是 我不太在 我不再太常說 完蛋了 完蛋了 但心裡還是 還是會有那個階段性的 焦 焦躁啊 不安 但 就這麼多年的總是 該學一點 伎 伎 伎 所以有那些東西可以用 你就知道說 OK 好 嗯 應該會沒事 嗯 好 那 問一個比較真的是 假設性的問題喔 你覺得如果當初你沒有投心 你心視野的話 你會走 你會繼續 你會走上創作這條路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的是 因為 有一些老師 或有一些評審 當我們在去面試的時候 他會 他大概在最後的時候 會問你去說 那如果今天沒有給你這個機會 你還會做這個作品嗎 然後我覺得 應該要回答會啊 可是其實很難 真的非常難 所以 所以 就 有一點回覆 剛才我也有講那個 就是 但你覺得很難的 嗯 應該說 台灣 然後 特別是國議會 我 至少我個人 還有我周遭有一些朋友 我們真的覺得 我們其實很親近 我們其實很親近 就是咬著牙 不管是他不要拿資源 還是他拿不到資源 但是他真的會努力創作 我 但以 我自己 替我自己講話 以我的生活條件 是沒有辦法的 嗯 嗯 所以 很 嗯 嗯 我知道我很幸運 就是搭在那條船上 你覺得 到底怎麼算是新人 這也有一點難欸 因為有些人真的 他很有天分 他 他到了就到了 那有些人做了一半輩子 真的 就是不行了 還是 還是不行了 所以新舊好像沒有什麼 很大的差別吧 嗯 女孩 你還是會把自己現在當成一個新人嗎 不會 不行了吧 我都已經生女兒了 女兒是新人 嗯 你剛剛是對當年的夜女孩說幹得好 嗯 然後 幹得好 也差不多好 就是往後推十年之後 是現在嗎 還是現在超過十年 再過十年 再過十年 再過十年喔 你會想要對 十年後的夜女孩說什麼 你要幹得好 呵呵呵 好喔 那 對就是 如果今天你是評選委員 嗯 你到底 會最想問 眼前的這個人 什麼問題 我知道我自己不要問那個 就是 如果我沒有給你這支援 你還要這 怎麼放這一句 要問什麼 真的有點難耶 嗯 因為你也做過創作 嗯 對 嗯 那什麼問題是 你真的很想從這個人身上 知道 好 好想給你的機會 對不對 嗯 嗯 我可能會 我覺得沒有很明確的句子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你覺得你自己的 續航力有多久 嗯 因為 嗯 的確真的有 也有不少人 他就是 他可能有這個才華 或他沒有 或他拿到這個資源 但是 不知道 任何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停止了 但對於很多人來說 其實就很可惜啊 或者是很 嗯 就比較 嗯 那你目前為止 現在2017年的 10月31號 你現在可以回答出來的 你的下一步會是什麼 哦 下一步 我剛剛 我剛剛做了一個最新的 跨國跨界的作品 在日本三年展的系列 演出裡面 然後再來的下一個就是 嗯 我的最新的創作 叫做十七年產 嗯 然後 去年有了一個階段的呈現 然後 今年年底也會有呈現 嗯 你覺得十年後的 你還會繼續做創作嗎 應該啊 因為我沒有別的事情 做得比較好 嗯 好 嗯 嗯 這個真是 目前是 額外想問的就是 你有曾經想過說要放棄嗎 創作的條路 嗯 創作 好像沒有欸 應該沒有 對 頂多 我知道好像有些人他可能都 比如說他可以同時進行 嗯 一個創作以上 或者是他在做這個的時候 可以想到下一個 那我就不行 我的性格就是比較 單一跟 固定了之後就是這樣往前衝去 所以我都比較習慣把這件事情 做完 盡量做完 然後再做下一個 欸 問題是什麼 你會想過要放棄創作 啊放棄 放棄 所以 所以頂多這個時候 我就會覺得自己 有時候不夠靈活而已 但是 但還不至於放棄 所以沒有 沒有東西 沒有感覺就是在等 等到那個東西出來 然後就可以往前走 嗯 就跟凡雷俠現在的狀態一樣 你說他本人他就 重心移動往前 對 好喔 你有任何想要補充的嗎 應該沒有 沒有做功課的人 沒有資格說什麼 沒有 你已經全部回答完了耶 這樣是不是比較沒有遺憾 對不對 對 那種設計好的講法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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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onscious 謝謝 我